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房都给你们开好了 双人大床房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一个礼拜前 洛瑶为了给前男友徐浩庆祝生日 从卫城飞过去 给他惊喜 我因此和洛瑶大吵一架 他觉得我无理取闹 说不是他一个人去的 几个同学一起商量好的 怕我不依不饶 洛瑶为了哄我高兴 带我去同学聚会 他很少带我去这种应酬的场合 徐浩和他是大学同学 所以也来了 怎么来这么晚 徐浩一进门 洛瑶就轻易自然地接过他脱下来的外套 放在身后 似乎没有觉得我这个正牌男友再有什么不妥 徐浩 你输了 选在场一位女性接吻 玩大冒险游戏 同学起哄 徐浩起身 毫不犹豫地看着身边的洛瑶 瑶瑶 我能选你吗 洛瑶笑着 两个离窝一线能啊 话音落下 气氛骤然凝滞 落针可闻 在场所有人 同情又复杂的眼神看向我 似乎害怕 下一秒我就掀桌子 然而 我一脸平静地站起来 微笑道 挺好的 不如我把房卡也给你们吧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我把身上的房卡丢在两人身上 转身离开同学聚会 洛瑶追了出来 伸手拉住我的衣服 周燕 你在闹什么 他有些生气的皱眉 游戏而已 他在闹着玩 我转过头 嘴角勾了勾 我没闹啊 我是真心的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遇到徐浩的事情 洛瑶都会很积极 我跟他闹过 也讲道理 什么跟异性保持边界感之类的 都说到麻木 可洛瑶依然没有当回事 明明我才是他男朋友 可在他心里 徐浩永远排在我前面 以往每次我都强迫自己 不要去在乎 可奇怪的是 这次我好像真的不在乎了 我掰开洛瑶拽着我衣服的手 转身离开 徐浩也跟过来了 临走的时候 我听到他和洛瑶说 他好小气 同学之间玩玩怎么了 用得着闹那么难看 你说的对 男人就是惯得洛瑶听进去徐浩的话 真的没有再追上来 那天之后 我和洛瑶冷战了 我们恋爱七年 每次冷战都是我主动求和 无论对错与否 好兄弟都骂我是舔狗 我不在乎 依旧乐此不彼 洛瑶则在我们和好之后 陪我看看电影 吃吃饭 我便开心地忘记所有的不愉快 他总能轻易地掌管我所有的情绪 稍微给点甜头 我都高兴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和他的关系里 我是爱得更卑微的那一个 每次冷战 我都觉得煎熬 浑浑噩噩 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这一次 我反而很平静 一连几日都没有联系过他 倒是洛瑶 忍不住给我发了消息 婚房装好了 明天上午一起去看 我盯着屏幕上的消息 他这是在主动求和 七年来 还是头一次 良久 我按下一个字 好 发了消息 我便把手机丢在一边 继续输液 昨天下班晚 回去的路上淋了雨 今天变重感冒了 闭着眼 我想起我和洛瑶的过去 恋爱七年 我和洛瑶该谈婚论嫁 婚房我早就买了 在他的名下 原本我打算和他一起装修 设计我们未来的小家 他说 婚房很重要 要自己亲自设计装修 给我一个惊喜 我一向惯着他 没有反对 把一切交给他 但我知道 婚房早在半年前就装好了 他一直没带我去过 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步入婚姻 我和洛瑶提过 她是我第一个爱的女人 也是唯一个爱的 所以 我迫切地想和她结婚 把她牢牢地绑在我身边 我把戒指买好 在屋里铺满了玫瑰 跪在地上向她求婚 以为她会很高兴 会兴奋地抱着我 洛瑶把戒指打翻在地上 周燕 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求婚那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能一个人做主 可求婚不就是惊喜吗 告诉你 惊喜就没了呀 被她打翻了戒指 我很委屈 也很难过 她却皱着眉 我们都很年轻 事业还在上升期 你是个男人 不应该把自己束缚在婚姻里 我不想要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她说跟我结婚 是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说实话 我心口很疼 恋爱这么多年 我以为我们注定会结婚生子 过幸福的小日子 洛瑶不愿意 周燕 如果有下一次 我们就分手 她是真的生气了 才在我为她准备的玫瑰花上 把那些蜡烛踢了一地 我看着满屋子精心准备了一天的惊喜 心口微微泛疼 她拒绝了我的求婚 和我冷战了半个月 从那以后 我怕惹得洛瑶生气 不敢再求婚 更不敢和她提去婚房的事情 这一次 洛瑶主动提出带我去看婚房 该是高兴的事情 我反而很平静 要是以前 她只是送我一条领带 我都会兴奋地告诉所有的兄弟 四处跟他们炫耀 发朋友圈 说这是我媳妇送我的礼物 还会不停地给洛瑶发消息 表达我收到她的礼物多么的开心 这一次 我没有给洛瑶发消息 她反而又给我发了 明天上午来接你 不用了 我坐车过去 我拒绝了洛瑶 她过了一会儿回我 好 注意安全 我忍着头疼 打了个车 去我们婚房 到了门口 因为没有婚房的钥匙 我主动敲了敲门 开门的不是洛瑶 而是徐浩 她头发有些乱 随意地穿着T恤 慵懒的样子 好像屋里的男主人 周燕 你怎么来了 徐浩站在我的婚房里 质问我为什么来了 这一刻 我只觉得可笑 但好像又是意料之中 毕竟从前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显然 洛瑶已经忘记说 要带我看婚房的事情 所以 徐浩出现在这里 也没什么稀奇 洛瑶听着声音出来 手里还端着 为徐浩准备的早餐 见到我的那一刻 她脸色微微泛白 周燕 你听我解释 是徐浩她昨天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打断洛瑶的话 率先离开 如果是以前的我 看到徐浩出现在这里 一定会怒火中烧 去撕扯洛瑶 质问她 徐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让她给我一个解释 然而现在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觉得好笑 我们的婚房 她一次都没有带我来过 却带了徐浩过去 看样子 昨晚两人还睡在哪的 她还贴心地为徐浩准备了早餐 洛瑶从来没有为我准备过早餐 我以为我心里会痛 但我没有 反而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 好像又什么纠缠许久的事情 忽然就想通了 明白了 从婚房离开 我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骂我烧得这么严重 还乱跑 家属呢 她一边开药 一边问我 我摇了摇头 我自己可以 有些药用了会头晕 还是要家属陪着的 医生生气地说道 在医生的坚持下 我只好给沈黎打电话 我的继妹 周焰 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有道清甜的声音叫我 我以为是沈黎来了 结果却是洛瑶 她漂亮的脸蛋满是担心 眼底有些慌乱 换作以往 看到她担心我 我一定很开心 可现在 我内心却很平静 你生病了 怎么回事 都不告诉我一声 要不是护士打电话给我 我都不知道 洛瑶的手放在我的额头 有些冰冰凉凉的 对于发烧的我 很舒服 护士怕我责备 急忙解释 是医生让我打的 说你用的药可能会晕倒 让我叫家属过来陪同 我淡淡地对洛瑶说 你不上班吗 你不用陪着我 沈黎一会儿过来 洛瑶坐在我身边 帮我拉了拉被子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生病了 应该告诉我 不是沈黎 她对上我的眼睛 满是认真 似乎又有些责备的语气 我微微一愣 她怪我不告诉她 可在她眼里 一向工作重要 从来不会为了我 把工作丢在一边 你忘了 我之前告诉过你的 我扯了扯嘴角 之前 我急性懒尾言 疼得在家里床上打滚 没办法 我给洛瑶打电话 什么事 我很忙 她在应酬 语气里满是不耐 我激进恳求的语气 洛瑶 我生病了 你能不能回来一下 送我 洛瑶不耐烦地打断我 生病去医院啊 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我又不是医生 回来能干什么呢 周燕 你是成年人了 不是小孩子 洛瑶 快点 到你了 我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徐浩的催促着 洛瑶匆匆挂了电话 不再管我 没办法 我找了沈黎 她把我送到医院 洛瑶知道我住院的时候 我已经在沈黎的陪同下 做完了手术 她没有自责 仅仅送了我一条手链 安抚我 我便开心的 没有和她计较什么 沈黎骂我是个蠢货 被她玩得死死的 我那时候 是真的很爱她 甘愿让她玩 或许 洛瑶也想起那件事 脸色微微一白 打算和我解释 对不起 当时 我是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对我的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洛瑶 都过去了 不是吗 我扯着嘴角 凉薄地打断她的话 过去很久的事情 我已经麻木 不那么在乎了 洛瑶还想说什么 沈黎来了 洛瑶眼神复杂地看我一眼 哥 你怎么了 怎么还进医院了 沈黎匆匆铁了一下洛瑶 满眼担心地走过来问我 感冒而已 没什么大事 我安抚着沈黎 吓死了我 还以为你出什么事 害我刚刚差点闯红灯 撞了别人 沈黎面上明显松了口气 洛瑶主动和沈黎说 你哥没事 我会照顾好他的 不用了 沈黎在就好 洛瑶你回去忙工作吧 我率先开口 让洛瑶回去 周燕 她不解的眼神看着我 质问为什么 毕竟以前 要是洛瑶能抽空陪我 我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 今天 洛瑶破天荒地请假在医院陪我 我却不愿意 沈黎察觉到 我们之间不对劲 主动开口 哥 我先去帮你买点粥 她匆匆离开 替我和洛瑶 留下单独相处的时间 洛瑶坐在旁边 张了张口 有些无奈地叹息 周燕 你是不是还在为上午 徐浩出现在婚房的事情生气 没有 不生气 我平静地说 我是真的不生气 当时看到徐浩像个男主人一样 出现在婚房的时候 我都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意料之中 这惠子 躺在医院 我还有什么好生气 只觉得头晕得厉害 没有其他的心思 以前 我和洛瑶 因为徐浩大吵大闹 他冷漠又无情地叫我滚 说我不是男人 小肚鸡肠 后来 他不和我吵了 沉默又讽刺了眼神 看我跟他闹 然后 冷漠又无情地离开 等我主动求和 现在想想 真的挺没劲的 动不动大吵大闹 会让人很烦吧 周燕 你不要生气 昨天徐浩喝多了 又没带身份证 没有地方去的 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同学朋友 我不能不管他呀 只好把他带到婚房里 一早 他准备吃过饭就走的 谁知道你刚好过来了 我保证 下次不会了 洛瑶从来没有耐心 跟我解释那么多 尤其关于徐浩的事情 他百分百地袒护徐浩 我有些压然地看向洛瑶 心里又莫名地平静下来 他解释不解释 我好像已经不在乎了 嗯 确实不能不管他 你做得对 我闭着眼 头晕脑胀 有些敷衍的开口 洛瑶脸微微一白 沈黎拿着粥回来了 洛瑶接过粥 催促沈黎离开 洛瑶 你去上班 让沈黎留下来 我阻止洛瑶留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我那么期待 他留下来陪我 今天反而不想 他在这 莫名地烦躁 沈黎看了看洛瑶 又看了看我 最终他拿回那份粥 还是我来照顾我哥吧 洛瑶生气地起身离开 一句话没有 重重地带上病房的门 哥 洛瑶生气了 沈黎从来不喊他嫂子 顺手喂了一口粥给我 哦 我品了品粥 粥没 为什么不是甜粥 我不喜欢咸的 发烧了不可以吃甜粥 等你好了再吃 沈黎温柔地哄着我 他见我没有为洛瑶的离开难过 更没有生气赌气 反倒是有些开心 沈黎从来不管我和洛瑶的事情 也不叫洛瑶嫂子 兄弟们骂我是甜狗 我问沈黎 你哥是甜狗吗 你高兴就行呗 他耸了耸肩 洛瑶继续跟我冷战 以前 我最怕的是洛瑶不理我 他不理我 我做什么都没意思 无数次地翻手机 给他发小作文 扒他朋友的社交账号 试图寻找洛瑶的蛛丝马迹 现在想想 我那样挺没意思的 如今和洛瑶冷战 我却多了许多的时间 不再围着洛瑶转 不再每天缠着他要早安稳 提前两个小时起来 买他爱吃的早餐 下班早早回家做饭 等他难得回来品尝一次 我也不再拒绝兄弟的邀约 也有时间把心思放在公司上 周燕 你呀终于有时间跟我们出来聚啊 我都以为你要死在女人身上呢 发小纷纷不平地骂我 其他人笑成一片 纷纷骂我没出息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 以后你们可以多约我 我随时有时间 这才是嘛 男人不要总把心思放在女人身上 没出息 要有自己的事业 发小滴了根烟给我 我点了一根 咬着烟 你之前说合伙开公司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谈 发小之前和我说要开公司 我满脑子只有落摇 公司的事情 向来不在意 周围的亲戚朋友 都对我挺失望的 AI 人工智能马上要到风口浪尖 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我想做这个发小眼光毒辣 看准的东西 后来都很挣钱 比如之前的直播带货 我们聊得很愉快 你定了初步合作的事情 几个兄弟喝了酒 叫代价率先离开 我没有车 之前是想着不买车 可以让落摇送我 能和他多相处一些时间 后来他埋怨我耽误他的时间 不再接送我下班 我叫了滴滴 等车的时候 有人叫我一声 周燕 我看过去 是消失了好多天的落摇 他坐在我给他买的车里 副驾驶是徐浩 慵懒地靠在那里 徐浩见到我 抬了抬眼皮子 嘴角续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周燕 你怎么在这儿 洛瑶把车停在我身边 笑着问我 他今天的声音有些温柔 很难得 以前 他见到我 总是不耐烦 更不会主动喊我 洛瑶见我目光落在徐浩身上 我们公司在合作 正好一起谈一个项目 他喝酒了 我顺道送他回家 对呀 瑶瑶不放心我 送我回去 你别放心上啊 徐浩跟着补了一句 我收回目光 淡淡地看着不远处 哦 知道了 这一回 我是真不放心上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大吵大闹 斥责洛瑶送徐浩回家 斥责洛瑶不顾我的感受 护着徐浩 洛瑶看我平静的样子 眉眼一跳 你也要回去吗 上车吧 我送完徐浩 我们一起回家 没关系 你送他 我已经叫了车 取消订单 师傅会不高兴 我拒绝了洛瑶 双手插兜 看起来和无所谓 是真的无所谓 不在意 他车里坐到的谁了 滴滴师傅来得很快 我打开车门坐上车 车子离开的时候 我听到徐浩告诉洛瑶 他一个大男人又丢不了吗 你先送我回去吧 我好累啊 回到家 我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 洛瑶还没回来 我拿出手机 翻了翻朋友圈 徐浩更新了 是一张图片 上面有热牛奶 和醒酒药 配文 不管多晚 有你就是温暖的家 徐浩说 洛瑶是他温暖的家 我没有打电话 去质问洛瑶 平静地往下翻 看了会儿朋友圈 我拿出电脑 做开公司的企划书 我觉得 发小说的人工智能 是个不错的风口 忙完差不多12点 我收起电脑 躺在床上 昏昏欲睡的时候 洛瑶端了一杯热牛奶过来 周燕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我迷迷瞪瞪地回他 他又推了推我 把牛奶喝了 不然明天起来难受 我睁开眼 看着洛瑶递过来的牛奶 以前 我不喝酒的 因为洛瑶不喜欢 我身上的酒味 我每次喝酒 他都要骂我 说我身上一身的酒臭味 熏到他了 转身生气地去客房睡 可每次徐浩都会喝很多酒 他还耐心地去照顾徐浩 我和他闹 他说徐浩是因为工作 因为应酬 逼不得已才喝酒 洛瑶不知道 因为他不喜欢酒味 我应酬的时候不敢喝酒 惹得客户不高兴 丢了好几个大单子 损失惨重 今天 洛瑶没有嫌弃我身上的酒味 反而为体贴地 为我热牛奶 我应该感动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底出奇的平静 没有任何的波澜 谢谢 我接过牛奶 大口地喝了起来 喝完牛奶 洛瑶接过杯子放在一旁 主动向我扑过来 手摊进我的衣服里 我和他好久没有亲密过 他总说很累 没兴趣 不让我碰 要不就是冷战 周燕 洛瑶手在我身上抹撒着 压着嗓子叫我的名字 他主动栖身 想要亲吻我 我躲开洛瑶的吻 伸手扒开他 放在我身上的手 洛瑶 我今天很累 不想要 他被我拒绝 目光里带着羞愤 起身回了客房睡觉 洛瑶又生气了 大概又会跟我冷战很久 挺好的 我可以更安心地做公司的事情 合伙开公司 是往里头砸钱 我要对大家负责任 周末 洛瑶从来不在家里 他要出去聚会 要去应酬 今天破天荒地在家里 还为我准备了早餐 周燕 过来吃早饭 我走过去 看着蟹黄小笼包 海鲜小面 闻起来特别地香 快吃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他有些讨好的笑着和我说 我无奈地叹息一声 我不吃了 你吃吧 说完 我转身要离开 洛瑶伸手抓住我的手 眸光浅浅 我特意早起一个小时 为你准备的早餐 你吃一点 洛瑶 我对海鲜过敏 洛瑶抓着我的手 不自觉地松开 我对海鲜过敏 从来不能碰海鲜 有一次徐浩捉弄我 故意把我的面里 加了一些蟹黄 他说 要看看我过敏 会有什么反应 那次 我进了医院 住了三天 医生大骂我们 把命不当命 我生气地 要打徐浩 洛瑶拦着我 周燕 徐浩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他不知道你过敏 会那么严重 你怎么能打人 那太没素质了 我质问洛瑶 徐浩是开玩笑 还是要我的命 麻烦你搞清楚 徐浩委屈巴巴地 拉着洛瑶 瑶瑶 对不起 我真的是开个玩笑 我怎么可能会要害周燕 对不起呀 周燕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吧 求求你了 洛瑶选择相信徐浩 对我语气冷冷 听到没有 只是玩笑而已 徐浩没想到 昏道那么大 他给你道歉了 你不该再和他计较 我快被徐浩害死 他让我不要和徐浩计较 当时我很生气 赌气不理洛瑶 沈黎知道以后 找人打了徐浩 洛瑶为此更生气 埋怨我和沈黎不讲理 太欺负人 我怕洛瑶生气 和我分手 我主动去哄他 他才原谅我 闹了那么大的事情 洛瑶还是不记得 我对海鲜过敏的事情 对不起 我忘记了 他满身愧疚地和我说 没关系 习惯了 我是真的习惯了 他不记得我所有的喜好 我记得他所有的喜好 习惯为他付出 围着他转 习惯他对我的疏忽 和目不关心 周燕 你等一下 我马上为你准备别的早餐 不用了 我刚想说 外面传来敲门声 洛瑶去开门 徐浩带着一圈人 欢欢喜喜地冲了进来 瑶瑶 我们带了好多吃的来 还有你最爱吃的水果 徐浩自顾自地去放东西 对这个家熟悉的 比我更像男主人 原来 今天洛瑶没有出去 是把聚会挪到家里来 哇 蟹黄小笼包 海鲜面 都是我爱吃的 瑶瑶 你是特意为我准备的吗 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了 徐浩拿过一个蟹黄包 塞进嘴里 对了 徐浩最喜欢吃海鲜 洛瑶记错了 洛瑶的闺蜜 对着徐浩打去 徐浩 瑶瑶对你是真的好 你没来 都帮你准备好早餐 那是 我和瑶瑶的感情 是一般人能比得过吗 徐浩得意地笑着 连我也比不过吗 我有些好奇 肯定比不过呀 徐浩顺势一捞 当着我的面 把洛瑶带进怀里 他半开玩笑的语气 我却听得出来 他故意地挑衅和得意 徐浩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争不过他 以前 他稍微说点什么 我便会跟徐浩吵起来 逼着洛瑶做选择 吃醋到脑子不正常 今天面对徐浩 无底线的挑衅 我没有太多的感觉 感情真是很好呢 我笑着看了看徐浩 又看了看洛瑶 你们玩吧 我今天还有事 先出去说完 我转身准备离开 洛瑶慌了 一把推开搂着自己徐浩 徐浩被洛瑶推倒 撞在桌子上 疼得叫了一声 啊 好痛 要是以前 洛瑶肯定会关心徐浩 今天 他居然没管徐浩 直接冲过来拉住我 你去哪儿 洛瑶问我 我看了洛瑶抓着我衣服的手 出去一趟 我告诉洛瑶 不动声色地挣脱洛瑶的手 今天要去谈合作 我的衣服 不能让他给抓皱了 让合作方看到不好看 洛瑶见我甩开他的手 有一瞬间 亚然又带着小心翼翼的目光 你 你不在家吗 我专门叫他们过来热闹一下 想着人多 你也开心的 我不开心啊 有什么好开心的 我皱眉 如是说 现在 我不想再隐藏自己的情绪 每次 洛瑶带人回来聚会 他们会闹得没边 然后 洛瑶喝醉了 率先去睡觉 他从来不帮我 留下家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等着我收拾 差不多要忙到三四点 我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 怎么会开心 跟他抱怨 他总是搂着我亲了亲 说了句 宝宝 辛苦了 一句话 他又让我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 替他收拾那些烂摊子 如今 我不想收拾 真的很累 洛瑶咬着唇 眼萌萌的 他大概也想起过去的事情 沈黎来接我 远远地喊了一声 哥 我朝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等我一下 又告诉洛瑶 如果希望我开心 记得结束以后 把家里收拾干净 下次不要在家里去 丢下一句话 我大步朝着沈黎走过去 在此之前 我绝对不会跟洛瑶说 这种不开心的话 他开心 我便开心 现在 我已经不关心 他开心不开心 自己的开心才最重要 坐上车子 沈黎载着我离开 怎么想到要开公司了 沈黎问我 我笑了笑 你不是说 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爸都嫌弃我没出息 把公司交给你打理了 和洛瑶谈恋爱以后 我恋爱脑上头 没有任何的上进心 每天只想着 和洛瑶在一起 怎么哄他开心 找了个事儿少 钱少的公司 凑合着过 根本无心事业 他要是和我冷战 我连公司都不想去 我爸是有个公司 不是很大 但效益不错 他本来是想交给我管理 奈何我不争气 他交给沈黎 我继母带过来的女儿 觉得沈黎比我更争气 沈黎很能干 我爸很喜欢她 我只是帮你打理 将来会还给你 沈黎认真的说 我连忙打断沈黎的话 别 你比我打理的好 我有自己的计划 你好好管着公司呗 绕开话题 我和沈黎聊了一路 他跟我一起见了合作方 因为沈黎会说聪明 对方对我们这次合作很满意 痛痛快快投了钱 酒店门口 合作方指着沈黎 对我说 周先生 你很有福气 找了一个能干的太太 她不是我太太 我连忙解释 沈黎姓沈 我姓周 我们一父一母的关系 有时候会被人误会 不等我说话 合作方打断我 知道 知道 你赶紧把人取进门吧 说完 合作方坐上车离开 我想和沈黎表达一下歉意 害她被误会 有人叫我 周燕 说来也巧 我们又碰上洛瑶 不过好像不是碰上 是她特意来等我的 洛瑶越来越奇怪 明明我不再缠着她 她反而来缠着我 要知道 以前在外面 我们偶遇一下 她都会快速离开 让我别跟过去 洛瑶大步走过来 在我们面前站定 你怎么来了 我皱眉 显然是不太愿意她来 洛瑶眼神复杂地看我一眼 好似不在意我的话 我给你发消息 你没回我 我问沈黎 才知道你在忙着应酬 怕你喝酒不安全 过来接你一下 是吗 我没看到 我拿出手机 翻了翻 确实 洛瑶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在哪 回来吃饭吗 几点回来 我去接你 周燕 我把他们都赶走了 以后不会让你不开心 原来收拾屋子这么累呀 我都不知道 对不起 下次这样 我一定自己收拾 绝对不麻烦你 以前 我看到这些哄我的信息 一定会高兴 如今 我看到 她求合适的信息 不觉得开心 反倒是觉得烦 那惠子 我只顾着照顾沈黎 不想让沈黎 被合作方占便宜 酒局上 最吃亏的是女人 根本顾不上看手机 有沈黎在呢 有什么不安全 我皱眉不悦地说 洛瑶微微一顿 她大概觉得 我的话太耳熟 以前 我自作主张地去接她 她很不高兴 洛瑶 我担心你 觉得不安全 你喝了那么多酒 有徐浩在呢 有什么不安全的 多事 当时 洛瑶是这么对我发脾气的吧 回家吧 很晚了 洛瑶似是在 哄着我的语气 我奇怪地看着她 要是以前 我这语气 她早甩脸子走人 今天居然哄我 洛瑶八成事 让人下了酱头 要先送沈黎回去 她喝了很多酒 我扶着沈黎说 我来开车 洛瑶连忙说 我点了点头 扶着沈黎坐在后面 洛瑶给我打开 副驾驶的位置 我没有坐 反而和沈黎一起 坐在后面 那副驾驶的位置 以前徐浩总跟我抢 我抱怨洛瑶 不该把副驾驶 给徐浩坐 洛瑶反倒是怪我太小气 你总是为一点点小事 斤斤计较 一个副驾驶 也值得你像疯子一样闹 我不闹了 她又主动 把副驾驶让给我 洛瑶见我和沈黎坐在后面 她把副驾驶的门带上 有点重 似乎在生气 洛瑶开着车 载着我和沈黎回周家 后座上 我没有和洛瑶说话 沈黎头疼 靠在我的肩膀上 哥 头疼得厉害 回去让阿姨给你煮点型酒汤 我今天不该叫你和我一起应酬的 我有些后悔 叫沈黎出来 一帮大老爷们 酒量很厉害 又围着沈黎一个人喝 那是沈黎的人脉关系 所以 我才求沈黎帮我介绍 你是我哥呀 我不帮你 谁帮你 沈黎皱眉小声说 她对我一向是有求必应 只要我开口 她不管在哪 都会立马出现 洛瑶听着我们聊天 从头至尾都没有说话 到周家门口的时候 洛瑶才冷冷地开口 到了 你等一下 我先送沈黎上去 我告诉洛瑶 说着我把沈黎扶上楼 我爸和阿姨都在家 我爸骂我让沈黎喝那么多酒 不知道心疼妹妹 阿姨嘱咐我 让我周末回家吃饭 好 我答应下来 回到车里 我依旧坐在副驾驶 洛瑶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 你打算开公司了 嗯 我有些困 含糊不轻地应道 洛瑶少有的耐心 什么公司呀 怎么没告诉我呢 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帮你参考一下 已经拉到投资了 我淡淡地说 言外之意 不想跟他谈开公司的事情 你现在 已经不想跟我说话了吗 周燕 以前分明不是这样的呀 洛瑶软了语气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确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已经变了很多 洛瑶无疑是优秀的 他是本朔博连读 家境普通的他厉害成这样 不容易的 洛瑶是金融系的 我认识洛瑶 是开学那天 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站在讲台上 漂亮又优秀 是他们系的细花 金融系男孩子多 喜欢洛瑶的很多 可洛瑶喜欢徐浩 暗恋徐浩一整年 拒绝了所有人 徐浩明知道洛瑶喜欢他 却没有跟洛瑶在一起 因为他的家里 嫌弃洛瑶家境太普通 配不上他 我追的洛瑶 那么多追求者中 之所以 我能胜出 是因为那一年 洛瑶妈妈生病 他回到小地方的农村 照顾他妈妈 我记得 村子真的很落后 开车过去 只能到镇上 去不了村里 因为到处是山路 通不了 找到洛瑶的时候 他很无助 一个女孩子 妈妈生病 他又没钱 洛瑶见到我的时候 惊讶又惊喜 周燕 你怎么来了 担心你 跟过来看看 我心疼地和洛瑶说 洛瑶立马红了眼睛 扑到我怀里 周燕 我妈妈病得好厉害 我该怎么办 有我在呢 别怕呀 我拍着洛瑶的背 安慰她 那一刻 我心跳得特别厉害 疯了似的 自己喜欢的女神 此刻在我怀里 她需要我 我找到村里 让人弄了牛车 把洛瑶妈妈 拉到镇上 又开着车 载着洛瑶和她妈妈 一起去市里的医院 找我爸托关系 给她妈妈 请了最好的医生 做手术 安前马后地跑着 陪着洛瑶 她被我感动了 同意跟我在一起 我高兴地抱着洛瑶 和她发誓 一定会好好爱她 不让她后悔选择我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幸福过 浪漫过 去西藏赚金桶 去大理 凯尔海 好像幸福在 徐浩重新出现以后 变了 那时 徐浩家里破产 徐浩开始和洛瑶 走得很近 洛瑶时常会去安慰徐浩 毕业后 两人又进了 同一家公司 回到家 我和洛瑶一起下车 门口 徐浩抱着行李箱 坐在上面 似乎在等着我们 瑶瑶 你得收留我 我被我爸赶出来了 没有地方去 他根本不讲道理 徐浩特别委屈地和洛瑶诉苦 我目光落在徐浩身上 觉得他演技真的很拙劣 一个成年人 威成那么多酒店 他被家里赶出来 完全可以去酒店住 再不济 兄弟朋友家里 都可以凑合一碗 徐浩没有 他故意来找洛瑶 安德什么心 我和徐浩都清楚 偏偏洛瑶很吃他那一套 好好地和叔叔吵什么 洛瑶语气温柔地责备他 徐浩委屈地嘟着嘴 我爸不讲理吗 怪我不找女朋友 怪我不省心 我懒得和他多说 你一定要收留我 拜托拜托 好吧 你先住一晚 洛瑶有些无奈 但是同意了 你瞧吧 果然让我猜对了 他的演技再怎么拙劣 洛瑶还是会心软 他主动和徐浩一起拿行李 我没管两人 屋子开门回房间去洗澡 等我出来的时候 洛瑶已经坐在床边 他走过来 拿着毛巾帮我擦头发 我躲开他的手 接过毛巾 我自己来以前 我很喜欢像小猫一样 窝在洛瑶怀里 任由着他帮我擦头发 今天 我看到他碰过徐浩的手 再来碰我 有一点 怎么说呢 恶心吧 生气了 徐浩他没有地方去 朋友不多 我收留他一晚 明天带他去找房子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住太久的 洛瑶连忙对我解释 我停住擦头发的手 有些认真的看他 外城所有的大小酒店都关门了 在不寄网吧洗浴中心 不能凑合一晚 他朋友不多 也不只是你一个 算了 随便吧 你的房子 你愿意给谁住 就给谁住 房子是在洛瑶名下 我和他一起买的 一人一半钱 为了让洛瑶有安全感 记在他名下 我摆了白手 不慎在意 我不是吃醋 一点都不吃醋了 只是看不惯洛瑶想把徐浩留下来 又在我面前 找一些过于拙劣的借口 洛瑶想说什么 徐浩直接推门进来 连门都没敲 他下身光围了浴巾 洛瑶 你帮我把被子套一下 我好笨啊 套了半天都套不好 套不好就别睡了 洛瑶有些烦躁 语气不好 徐浩微微一正 这是头一次 洛瑶凶他 还是当着我的面 我没干过这种事情吗 干嘛跟我生气 说完 徐浩不高兴地重重带上门 我没理他们 拿出电脑 躺在床上 继续自己的工作 洛瑶觉得无趣 站着看了一会儿 拿着衣服去房间洗澡 在出来的时候 他躺在我身边 客房给徐浩住了 他只好跟我睡一起 洛瑶腻在我身边 伸手搂着我的腰 以前 我喜欢抱着他睡 哪怕是大热天 也要粘着他 如今 被他抱着 我莫名有些烦躁 我要工作 你快睡 我就抱抱你 不会影响你 他不甘心地搂着我 我推开洛瑶的手 皱眉 会影响的洛瑶神情复杂地 看了看我 背过身睡着了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洛瑶要公事地告诉我 我把徐浩送走了 他不会过来打扰我们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去买菜 洛瑶 坐下谈谈 我扬了扬下巴 指着对面的沙发 这些天的种种 我觉得 我们应该谈谈 洛瑶似乎意识到 我要什么 装作很忙碌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来 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 等我回来再说 洛瑶几乎是落荒而逃 因为太着急 险西摔倒 我看着他的背影 无奈叹息 他大概猜到我要说什么 昨晚上 他收留学号开始 我已经决定 今天和洛瑶说清楚 我们分手 或许更早开始 我已经有这个打算 毕竟曾经那么爱的人 想着晚一点 再晚一点 眼下看来 没必要再拖 下定决心以后 我收拾东西回周家 这房子是洛瑶的 我没打算要回来 他毕竟 跟我在一起七年 在外城 他除了这套房子 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爸和继母 看到我大包小包的回来 瞪着我 被人扫地出门了 早跟你说了 他一直拖着 不愿意跟你结婚 就是个不靠谱的女人 你不听 非得跟他耗着 我对洛瑶恋爱脑的事情 让我爸很不高兴 尤其洛瑶对我的忽视 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很心疼我 爸 你收留我呗 我抓了抓头发 说什么收留呢 回自己家 还要收留 继母率先出来 把我的东西拿进去 他是真心对我不错的 和沈黎一样 把我当成家人 谢谢阿姨 我今天想吃糖醋小排 我跟继母撒娇 好 给你做 我爸气哼哼的 很不满意 你就惯着他吧 没出息的东西 孩子回来 你少骂两句 快去买菜 继母催促着我爸离开 那天起 我和洛瑶断了联系 回到家里住 有家人在 我反而安心很多 不再把心思放在洛瑶身上 我的公司马上要开业 打算开业的前一天 沈黎坐在我身边 歪着头问我 和洛瑶分手了 算是吧 他不同意见我 我有些苦恼 洛瑶一直在逃避 他是个成年人 还是不明白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分不分 要说清楚的 沈黎皱眉 认真的说 我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我给他打电话 还没有给洛瑶打电话 他提前来找我 在周家门口 周燕 你来帮我一下 洛瑶站在车子边上 朝我挥手 他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我很意外 他不愿意来我家的 我爸希望我和洛瑶早点结婚 他很抵触 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爸都明里暗里跟他提 先成家 后立业 洛瑶会生气地告诉我 你爸什么意思 总是逼婚 我还能跑了不成 我爸是为了我们好 希望我们在一起 够了 以后没事 不要叫我和你一起回去吃饭 要去的话 你自己去 见见的 洛瑶不愿意再来家里吃饭 我怕他生气 不敢勉强他 今天洛瑶居然主动来 我下楼去见洛瑶 他拎着大包小包 笑意洋洋 看起来是精心打扮过的 周燕 你回家都不告诉我一声 我回我们家 都没找到你 要不是问你发小 都不知道你回家了 我给叔叔准备了一些 好酒和茶叶 还有阿姨的 他之前很喜欢的护肤品牌子 也给你买了一些礼物 晚上我们回家 我拿给你 他自顾自地说着 洛瑶 不必了 什么 洛瑶停住手里的动作 他微微一愣 显然不明白我的话 我平静地再次开口 洛瑶 我说不必了 怎么不必了呀 你在生气我这么多天 没找你是吧 我出差了 才下飞机 立马赶过来见你 洛瑶急急地解释着 不知道我是不是看错了 他眼眶有些阴晕 他哭了 因为我 不过那都不重要了 我不在乎 我们单独谈谈 我语气淡淡 洛瑶知道 他这一次再躲不过去 点了点头 似乎在嗓子里挤出来的字 好 洛瑶拿着东西 准备跟我上楼 我拒绝了 东西不要拿 一会儿 我还要给你送下来 太麻烦 我都要和他分手 不会再拿他的东西 送来送去 怪麻烦的 听了我的话 洛瑶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 他没管 默默跟在我身后 上了楼 去我的房间 之前 我一直找不到洛瑶 本来可以发消息分手的 想着毕竟七年的感情 还是当面说清楚的好 坐在我房间里 洛瑶看着不远处的桌子上 放着我和他的照片 我们当时在西藏拍的 他依偎在我怀里 笑得特别灿烂 那天洛瑶抱着我承诺 周燕 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后来 先失信的人是他 不给你倒水了 我直接了当地和你说吧 我坐在洛瑶对面 他们眼低着 扯了扯嘴角 你说 洛瑶 我们分手吧 我以为说不出口的话 忽然很轻松说了出来 看来 我是真的放下这一段感情了 我想应该是我从打算 开公司那天起 已经考虑好要重新开始 人生嘛 长得很 一段感情是彼此成长的催化剂 不分手 洛瑶哽咽着说出这段话 他起身拉着我的衣服 寂静恳求的语气 周燕 我不想跟你分手 你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你的 这段日子出差 我一直没有联系你 是在想 我们的婚房装修好了 我们可以结婚 你之前 不是计划好 要跟我一起 去旅游结婚吗 我们明天领证 后天出发 我把工作放下来 他哽咽着和我说起 他和我之间的计划 听起来是很不错 但是我 没有一点期待和开心 我没有时间和你去旅游 更不会跟你结婚 洛瑶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不要再做幼稚的事情 好吗 之前 洛瑶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那时候 我心口酸涩男人 如今觉得 他应该和我此刻一样的心情 洛瑶拉着我衣服袖子的手 忽然松开了 他哭着又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什么意思 我不懂他的话 什么时候开始和我有分手的打算 同学聚会那天吗 还是更早的时候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你开始不愿意理我 甚至跟我分房税 你也不给我发消息 甚至 许昊住到家里 你都没有生气 我错了 周燕是我的错 我早该哄你的洛瑶爹坐在椅子上 失声哭着 真奇怪 以前 他在我面前 稍微受一点委屈 我都心疼得要死 眼下 我看着他哭起来 没有任何的情绪 反而觉得 他有些过了 我沉默着看他哭 门被大力推开 沈黎走了进来 不等我反应 他朝着洛瑶 用力地扇了一巴掌 你可真做做 现在跑到我家来哭 跑到我家来装委屈 找他妈干嘛了 我哥一个人 躺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出现 你死了吗 我哥被你折磨得 暴瘦二十斤 你眼下的看不到吗 这会子 跑到我家里来哭 洛瑶 你真让人恶心 洛瑶捂着被打红的脸 看了看沈黎 又看了看我 周燕 你还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他不死心 我不知道 洛瑶突然在固执什么 我摇了摇头 洛瑶 我们以后永远都不要见面 沈黎把洛瑶赶了出去 他带来的东西 都被沈黎丢了出去 我没想到 沈黎会为我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和洛瑶在一起的时候 别人总说我是舔狗 说我为洛瑶做的事情不值得 唯独沈黎 他从来不说洛瑶不好 也不会劝我们分手 他只是默默地守护我 随叫随到 洛瑶下楼 眼睛还是红红的 徐浩找来了 他拉着洛瑶 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眼睛怎么红了 是不是周家人为难你 我都告诉你 那个周燕有什么好的 你非要跑来自取其辱 我去找周燕 给你讨个公道 够了 谁让你来的 洛瑶有些愤怒地 看向徐浩 徐浩愣了愣 我是为了你呀 洛瑶 我是全心全意为你的 真要是为了我 那就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洛瑶丢下徐浩 直接开着车 徐浩气得在原地跳脚 沈黎冷冷的目光 站在我身边 他们好像小丑一样 刚刚我那一巴掌打得轻了 我应该再打他一巴掌 沈黎 你好歹是公司女老板 不要随便动手打人 我伸手揉了揉沈黎的头发 沈黎笑了笑 哥 你值得更好的 和洛瑶分手以后 我的公司开了起来 涉及AI人工智能 赶上了风口 公司效益出奇的好 订单很多 我没有再搬出去 一直住在周家 阿姨和沈黎 把我照顾得很好 他们以为 我会因为感情而消沉 见我过得好 比我更开心 倒是洛瑶 经常会出现在我家楼下 我告诉他 不要再来 他不听我的话 你当我不存在 我远远看着你就行 知道你过得好 我就很知足人啊 是真的见 我对他好的时候 他从来不在意 甚至觉得我烦 如今我们分手了 他又来纠缠我 你让我很困扰 我皱眉 有些厌烦地说 洛瑶白着一张脸 我会躲得远远的 下次不让你看到 不要赶我走 洛瑶 我有喜欢的人了 谁 沈黎 我义父义母的妹妹 沈黎喝醉了 想我袒露心声 她说18岁那年 和阿姨一起嫁到周家来的时候 便喜欢我 没想到我有喜欢的人 跟洛瑶在一起 她从来没打算破坏我们 会默默地守护我 诚然 沈黎一直那么做的 随叫随到 从来不干涉我的感情 那么好的女人 我不想错过 公司已经做起来 我也有资本打算和沈黎试试 我和爸爸阿姨提过 跟沈黎的事情 他们也是非常支持 你喜欢别人了 周燕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洛瑶走了 伸一脚浅一脚 路都不稳 我不再关心她的生活 从此 我们末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